免试入学真的不用考试吗? 错!还是要考 关键的国中会考 就是免试入学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你说很奇怪 到底哪里免试吗? 真的很奇怪 玩文字游戏啊! 1968年 台湾开始了九年国教 2019年 正式进入了十二年国教的时代 惊人的话说在前头 为了弄这个十二年国教 周围部花了四百五 四百五十亿 白花花的钞票啊! 嗨大家好 我是涅体老师 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 现在这些高一已经在用108克钢 很多人都有听过十二年国教 但还是不太清楚 十二年国教到底在干嘛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迅速的了解一下 十二年国教到底在干嘛 以及十二年国教和九年一贯的差别 十二年国教的全名是 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希望延长基本教育年限 将高中高职五专的前三年纳入并统整 以提升国民素质与国家实力 并以全人教育核心素养为发展主轴 以2014年发布的课纲总纲为依据 其核心素养是培育终身学习者 其分为自主行动、沟通互动、社会参与三大面向 现行制度虽然称作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但不强迫入学 目前实际上还是大家最熟悉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那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又是怎么来的呢 它来自于1967年颁布的总统令 它的根据很有趣哦 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很熟悉对不对 高中公民课都有教 自为提高国民智能 充实勘乱建国力量 特依照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第四项规定 经第三次会议决定 国民教育之年限应延长为九年 自五十七学年度起 先在台湾及金门地区实施 所以我说那个彭湖人 And I have a joke to you? 好,以上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那我们回到十二年国教第一个问题 十二年国教和108课纲差在哪里? 十二年国教原定自民国107学年度起逐年实施 后修改为自108学年度逐年实施 简称108课纲 所以十二年国教就是108课纲 第二个问题 十二年国教实际的执行方式是什么? 你可能会问 不是108课纲了吗? 你刚刚不是说108课纲就是十二年国教 那为什么前面又说目前实际还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呢? 因为现行的十二年国教并没有强迫入学 十二年国教主打的是免试入学 也就是说你国中毕业 政府希望你再多念三年 但是不强迫 只是希望透过这个教育政策 提升国家的就学率 所以说十二年国教并不是 中华民国宪法所说的义务教育 那问题又来了 免试入学就真的不用考试吗? 其实十二年国教的核心玩法有两种 一种是免试入学 一种是特色招生入学 免试入学真的不用考试吗? 错!还是要考 关键的国中会考 就是免试入学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你说很奇怪 到底哪里免试吗? 真的很奇怪 玩文字游戏啊! 免试入学指的是 学生除了减定学历的国中教育会考之外 不再加考其他入学测验 也不采计国中在校期间 任何考试评浪的成绩 健体、译文、综合三领域除外 所以健体、译文、综合 还是要看 在学校协助学生进行 性向探索及视性辅导后 学生可依自己的性向、兴趣及能力 视性选择就读高中直播五专 好!一直讲人家玩文字游戏 有诗公语 我们来聊聊 会考时代之前的基策时代 总共都是国中升高中 基策和会考又有什么差别呢? 会考目的是掌握学生学历 作为了解学校教学品质的参考 会考的目的与方式和基策大不同 没有分分比较的成绩单 只依各科学习标准分为三级 精熟A、基础B、代加强C 最大的差别是 会考的结果不是让学生去竞争 而是作为了解自己与因达成能力的差距 我升高中的时候考的就是基策 那时候真的是分分计较 一分之差就差了一间学校 但说实在的 现在就算会考 学生不也是在那边A、B、C计较吗? 一队人在那边比几A、B 这个政策真的有成功吗? 坦白说我觉得啦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你搞这个砸这个451进去 有没有成效? 我觉得很难说 会造成这样依然在比较的原因是 会考结果有三个用途 其中最核心的用途是 作为免试入学超额比序的比序项目之一 占比序分数总分的三分之一 超额比序的意思就是说 申请人数大于招生名额叫超额 有关会考的一些细节资讯 比如说要如何计分 成绩重要吗? 在校表现会影响吗? 提醒如何? 有没有笔记测难? 需不需要补习? 哦这个太多了 如果有人想听 在下方留言并分享 我再做一集 去试试看 讲完免试入学会考的部分 我们来聊聊其他部分 到底12年国教还改了哪些呢? 大学区制 以前没有大学区制 全台湾的学生都想往建中跑 现在加了大学区制之后 学生参加高中子免试入学 应于国中学籍所在的就学区提出申请 全国共分成15个就学区 你只有特殊理由才能变更学区 按你说我家风水不好 你这样切15个学区 国家刚好被你切成两半 房间在一区 客厅在一区 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总在中间的 你两边都可以选 各县市政府依学生来源 共同生活圈 交通便利性 及学校类型分布等情况 将位处于旧学交界的学校 划入共同就学范围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12年国教和9年一贯的比较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张表 那有关高中升大学108课纲 在招生方面的一些心智 要注意一下 普通高中方面 繁星推荐申请入学的时辰延后 学生数学将分成AB两科考 繁星推荐申请入学 采集学习历程 学习历程档案 然后12年国教强调的是素养 学生学习历程也会被记录 通通被学校上传到教育部去 包括每学期的修课记录 课堂报告及作品 团体活动时间及表现等 超像被监视的 那像我们那个年代 很多怪物高手 高一高二都在玩 翻上倒数的 然后最后出来全部排清交产 属于爆发型的同学啊 那现在你就不能这样搞了啊 统统把你监控 好 以上就是12年国教的懒人包 觉得我的整理还不错的话 分享这支影片 给你需要的朋友和家长 还有最重要的同学 留言留下你的看法 我是页迪老师 我们下次见